HP LaserJet Managed E7工作组打印机 加6GW55A LaserJet装订器 收纸装订器拆箱和安装 本视频将展示如何拆箱取出HP LaserJet装订器 收纸装订器 并将其安装在HP LaserJet Managed E7工作组打印机上 首先剪掉并取下装运条带 抬起并取下包装箱的顶部 取下装有配件的泡沫盒 沿包装箱底部边缘剪开 然后把盖子折下来 取下泡沫 小心地抬起装订器 将其从装运托盘上滑出 使滚轮接触地面 小心打印机装订器很重 必须由两个人将其抬起并直立起来 取下塑料带 撕掉装订器正面、侧面和背面的蓝色胶带 抬起顶盖 抬起顶盖并撕掉蓝色胶带 然后合上顶盖 打开前挡盖 撕掉蓝色胶带 合上前挡盖 找到您之前卸下的配件 将其从包装中取出 现在您就可以准备打印机来安装装订器了 按电源按钮关闭打印机 然后从墙上插座上拔下电源线 然后拔下所有线缆 拧下侧面电源盖上的两颗螺钉 然后拆下盖板 拧下固定上方出纸盒盖的螺钉 取出上方出纸盒盖 找到纸张固定导板支架和固定它的卡设 将支架向打印机前端滑动将其取下 找到满盒驱动器 抬起满盒驱动器 然后将其向打印机内推 直至其卡合到垂直位置 需要用力才能将其卡合到位 取下螺帽 拧下固定出纸盒的两颗螺钉 取下出纸盒盖 向上提 取出出纸盒 现在您可以拆开包装盒 准备安装第二出纸盒了 打开包装箱并取出安装指南 然后从包装箱中取出第二出纸盒 取下泡沫档块 取下塑料袋 撕掉蓝色胶带和装油固定螺钉的小袋 撕掉剩余的蓝色胶带 现在您可以准备打印机已安装第二出口纸了 打开右挡盖 拧下前挡盖上的两颗螺钉 这样可以更轻松地卸下右挡盖 拧下固定右挡盖的四颗螺钉 取下右挡盖 将第二出纸口插入打印机 确保将第二出纸口一侧的螺钉孔与机箱上的孔对齐 使用第二出纸口附带的两颗螺钉将其固定到打印机上 将第二出纸口的两条线插入接口 重新安装右挡盖 然后按压将其卡核到位 重新拧上固定右挡盖的四颗螺钉 重新拧上固定前挡盖的两颗螺钉 关闭右挡盖 重新安装侧面电源盖 然后重新拧上固定它的两颗螺钉 然后滑入中间纸张转印装置 即IPTU 安装将IPTU固定到打印机的螺钉 撕掉IPTU线缆上的蓝色胶带 然后打开装定器的前挡盖 撕掉装定器上的蓝色胶带并取下泡沫 然后取下装运螺钉和小新标签 向左旋转绿色滚轮 直到装定器下露出弹簧式白色拉片 然后向右旋转绿色滚轮 直到装定器移回前端位置并停止 按住绿色滚轮的同时 将定书钉固定盒插入装定器 撬开打孔废物盒开口处的盖子 贴上打孔废物盒标签 然后插入打孔废物盒 合上前挡盖 拧下将打孔设备检修面板固定到装定器背面的两颗螺钉 取下打孔设备的检修面板 拧下固定障位打孔设备的两颗螺钉 取出障位打孔设备 注意 如果打孔失败 请保留障位打孔设备 必须重新安装该设备 装定器才能在未安装打孔设备的情况下正常运行 小心地将打孔设备滑入到装定器中 将安装支架与背面对齐 安装打孔设备固定到装定器的螺钉 然后将打孔设备线插入接口 重新安装打孔设备的检修面板 重新拧上将打孔设备检修面板固定到装定器背面的两颗螺钉 将下部纸和支架上的卡蛇插入装定器插槽中 并将其卡入到位 安装将下部纸和支架固定到装定器的两颗螺钉 注意纸和上的四个卡蛇都要卡合到安装支架上 无需使用螺钉固定纸和 将纸和放在支架上 然后向下垂直 放下纸和进行安装 然后将上部纸和的卡蛇插入装定器插槽中 并将其卡入到位 拉出纸和延长板撕掉蓝色胶带 合上延长板 撕掉后支架附近接口上的封面标签 然后使用四颗螺钉安装后面的两个支架将其固定 将装定器靠近打印机左侧 然后连接两条线栏 打开装定器前挡盖 拉出锁定导轨直至其停止不动 将打印机上的支架与装定器上的孔对齐 然后将装定器推向打印机 推入锁定导轨 合上前挡盖 将电源线插入墙上插座 现在您可以使用装定器 收纸装定器和打印机了 单击YouTube中的播放清单选项卡 以查找其他语言的HP视频 请搜索我们的频道 查找官方HP支持视频 请搜索我们的频道